找规律,先看到第一道题 1,1,2,3,5,8 从表面上看它是什么啦 递增的 那么也就是说递增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按平常的那种递增的那种方法 就加上一个固定的数得到后面的 首先第一个1到1A加了0 然后1到2加了1 2到3加了1 3到5加了个2 按这样来看的话 用平常的那种递增的那种方法不行 好,接下来换种思路 其实这一个就是我们生活数学中常出现的一道题 也就是肥波纳契数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从第三项开始 每一个数都是前两项的合 那么这一个2 是不是就是前面的1加1得到的 周这一个3是不是由前面的1加2得到的 周这一个5是不是由前面的2加3 得到的 那么这一个8是不是由前面的3加5 好,接下来下面这一空 是不是根据前面的所得到就是累加吧 那么就前面两个相加5加8 13 而这一个呢 就是8加13 21 好,这一个累加解决了 接下来看到第二个题 1,2,2,4,8 这一个也是递增的 对不对 那么很明显通过观察怎么样 它累加行不通 固定的那种递增的那种方法也行不通 那么我们仔细观察 这里你看 2,2得4 2,4得8 哎,出来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每一项累加不行 我们就看看累成 它的从第三项开始 都是由前面的两项相乘得到的这一个 之后这一个4又由前面的两项相乘得到这一个 之后这一个8又由前面的两项相乘得到这一个8 好,接下来后面 说出来多少 4,8 32 好,这里 8乘32 256 好,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